现在呢我们将会来邀请我们接下来这一位老师 来自槟城巢艺馆的吴慧玲老师 大家好 今天我来上课了 嗨 大家好 嗨 老师您可以大概跟我们说一下您的背景吗 我是来自槟城巢艺馆的吴慧玲 然后我们的家族在槟城传承的戏曲文化 已经有五代了 五代传承在槟城 然后我是第四代 我从事这个行业也有三十多年了 哇 这是一个很悠久一下的一个故事 而且再加上其实第四代第五代也蛮久了 因为好像我自己像我说 我的爷爷其实真的是潮州人 那我算是第三代 所以你们的家族在这里很久了 也应该吧 蛮久了 五代大概有整百年了 我的外甄主婦 他们是从潮州再细班过来 哇 老师的细班 那我们现在 老师你可能需要大声一点点 因为现在我可能有点比较难听得到 听不到吗 然后 现在听到了 清除 现在听到了 好 那 我好紧张 那老师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吧 好啊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主题是潮剧 我本身是一个潮剧演员 也是一个末偶师 嗯 然后今天我们来讲潮剧 不知道小艺你有看过潮剧吗 其实我只看过片段 我并没有看过了一整段的表演 嗯 好 那么可能镜头前面的小朋友 还有爸爸妈妈 有可能也是没有看过是吧 所以我们现在请小助手呢 帮我们播一段潮剧 给大家看一下 哦 好 好 好吗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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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天真白白 改叠的还跳动了 爹啊 是我啦 哦 忘了是个头位了 哎呦 头位了 七十八十爱特地狗 好 宽光瓜安心 姊妹 帅完晒肉 吃鬼的年贴 妹啊 大妹妹 贴我啦 哦 是这家司徒 好 哎呦 别啦 哇哈哈哈哈 最老贴得哭 真看更来 啊头位了 我贴得哭得来 咦咧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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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貓團組 包含風吹拉佩露 表演那麼好 多幾個 嘩哈哈哈哈 這隻貝仔嚇了啊 怪阿兵貓會上來本路的流難的 啥呀 打來一隻 剛正了這隻貝巴尼 剛正了這隻貝巴尼 拿來 拿來 好 哇 哎呀 OK 你這幾隻在哪 你這幾隻在哪 沒到沒來 就先就嚇我來 這輸起來很煩 嚇不嚇壞 對呀 那麼好我去 上白頭 剛才我們看到這個片段呢 是曹劇的桃花過渡 是由兩位小朋友表演的 哦 好厲害哦 小朋友們的表演 對啊 是啊 其實曹劇呢 它現在呢 不只是局限於大人 我們現在也是有教育一些小朋友 希望小朋友呢 希望從小朋友那邊教育起來 讓他們有機會認識這個傳統的文化 對對對 嗯 嗯 嗯 所以你對這個曹劇的這個故事呢 有什麼了解嗎 小易 故事啊 就是曹劇的歷史等等嗎 對對對 其實我們曹劇的故事啊 有包含了很多的中國的這個歷史故事 我們請小助手呢 幫我們給那個slide一下 嗯 有我們的這個中國的故事啊 有愛情故事啊 有神話故事這些 所以從這個故事裡面呢 嗯 從這個故事裡面呢 其實它只是 它是想要教育和推廣 我們的傳統美德 哦 哦 OK 它希望通過我們 希望通過這些故事呢 來教育我們的群眾呢 這個禮義廉恥呢 還有中性效益 這個是現今社會呢 所缺乏的 哈哈哈 所以大家可以在這個 嗯 確實因為姐姐也是有發現到 比如說現在比較多的 兒童節目也好 或者我們可以看到很多電影等很多好啊 他們都是可能非常現實 OK我們可能真的是現實 但是同時候其實我們有時候 不會去看到那麼多 可能說說比較惡的一面 但是由於有這些電影的宣導啊 而我們對於他們有更多的了解了 但是 欸如果比較是這些傳統美德的話呢 我們可以拖著一些像戲曲啊 等等的 來瞭解善的一面 或者是中的那一面 我覺得是真的很好 對 沒錯 這個是傳統戲曲想要 發揚和表達的這些 所以在戲曲裡面啊 大家都看到我們中國的戲曲 可能小朋友他們知道 哎這是嘟嘟槍嘛 他們應該是 因為就是豆豆牆來稱呼這個戲曲 所以在豆豆牆裡面呢 可能 剛才大家聽到的一些語言啊 所以可能覺得很陌生 對不對 因為現在大家都用華語啊 用英語來勾動人家裡 所以其實啊 潮劇 潮劇 潮劇它就是用潮州話來說的 嗯 用潮州話來演示 來展示和表演 對 那麼潮州 潮州 潮州是什麼東西呢 不知道鏡頭前面的小朋友知道 什麼是潮州嗎 然後我們來解釋一下 對 潮州其實它是一個地區 它是來自於中國 廣東省裡邊的一個地方 叫潮州 就是那個圈圈裡邊 圈著那個藍色的那一塊 你看 所以在潮州出生的人呢 我們統稱為潮州人 嗯 所以它有自己的地方的語言 他們就會用潮州話來溝通 來交流 那麼 不知道你是什麼人呢 哈哈 剛才我說到 許喜喜是潮州人 呀 潮州人 那麼我們來說兩句潮州話好嗎 哇 我必須要很慚愧地說 我還真的不會說潮州話 是這樣子的 因為我的爺爺和我的爸爸呢 都會說 我們叫阿公 阿公會跟爸爸講潮州話 但是他跟我們講 就是講廣東話了 那我們真的是很慧的東西 可能是講慧 那我們要吃飯的時候 才講一句這樣子 沒問題 其實這個都可以學的 就好像我們上課就學華語 學英文 學日語啊 學韓語這樣的意思 對 小朋友如果你不知道你是什麼籍貫 那麼你就可以問你爸爸咯 你爸爸是什麼人呢 你就是什麼人咯 所以如果 鼓勵一下我們的家長們 你們可以保護和傳承 我們的非常具有民族色彩 特色的這個方言 是我們的鄉人 真的 對然後傳承 對 而且我發現到 好像潮州人 好像我朋友裡面 就是蠻多的潮州人 都不會講潮州話的 所以我自己本身 我會覺得是一個小小遺憾 來的 所以當時候 當時我第一次了解到潮州的時候 我就很想要學 主要是因為 我覺得他一直以來 是我跟我阿公之間的一個 對我來說是一個小小遺憾 我沒有可以 因為他是真的從潮州過來的嘛 那我覺得是希望說 可以讓他 融入更多於我們 讓我們融入互相的一些 生命的那種概念 所以如果我可以 學會潮州話的話 我覺得對於他來說 也是一種欣慰 對 因為我們在社會 在學校 都學會了華語 和英文了嘛 所以我們其實在家裡 可以說一些方言 然後讓這個傳統的一個文化 可以傳承下去 因為傳承是從家裡看 開始 對 然後現在我們來說一下 剛才我們說的潮州 潮州他除了用潮州話 這麼要當一個 好像那個小朋友 他怎麼可以在舞台上表演呢 那麼他要受什麼訓練呢 其實他是必須要通過 我們戲曲的基本功 四公五法來 通過這個四公五法來 接受這個培訓 什麼是四公五法呢 小助手給我下頁 四公五法呢就是 唱 念 做 打 還有手 眼 伸 步 法 那麼唱呢當然就是我們 我們的唱功 我們的唱腔 它是非常重要的 在這個四公五法裡面呢 它是排第一 所以我們要成為一個戲曲演員呢 你必須要學會唱歌 因為如果你做戲劇 可能你只需要唸白 但是你不需要唱 但是如果你成為一個戲曲演員呢 你必須要先會唱 然後唸呢就是唸白 就是講話 它不是普通的講話 然後它是要通過音樂性 音樂的設計 非常富有音樂性 還有節奏感的 然後做呢就是我們的身段 你看那小朋友怎麼拿那個雨傘 怎麼這麼深 而且還有一個是跳起來的 對對對 好漂亮 然後打呢 打就是我們的這個 好像翻跟斗啊 刀槍 劍擊這些 這些對打啊 這個我們這個武術 這一類的我們就歸於黨 這個黨的供 這個世公五法 然後五法呢 就是我們的手是 眼神 身段 走路怎麼走 然後法呢 是我們的規則還有法則 就是規格 在舞台上怎麼運作 怎麼可以 怎麼東西可以做 什麼東西不可以做 哦 OK 對 老師的解釋下來就蠻容易明白了 因為一開始我看四公五法 哇 好像很多東西這樣 但是慢慢解釋就 哦 每個都蠻容易明白的 對對對 但是明白是容易 但是如果它裡面呢 是包含好多好多的功夫在裡面 所以為什麼說一句話 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 哈哈哈哈 對 所以基本上 你必須要接受這些的訓練 然後你就可以唱些 哈哈 OK 所以我們再講一下 嗯 OK 所以唱 剛才我們說唱是最重要對不對 所以現在我們來先學會講 曹州話 然後我們才會唱嗎 因為是地方的語言 OK 很多人都不懂那個 他在唱啥 除了你會 你要看那個歌 你才知道對不對 所以現在我們來學一下 講一兩句的曹州話 好 曹州話呢其實啊 它是可以用拼音來拼出來的 只要你學會 嗯 我們有六大單音的韵母 哦 就好像我們A E I O U 對對對 然後我們有八個聲調 OK 華語只有四個 所以我們曹州話有八個聲調 哇 我們一起來念一下這個 第一個是 小朋友們也跟著一起念哦 第一個是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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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是阿 是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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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8个哈哈哈哈 但是这个 第五个不对啊 可以吗老师 可以不错不错 小朋友们在镜头写 在银工前面也一起看对的 希望姐姐不要做一个太错的示范 我们在家里我们用普通华语 我们就会叫爸爸妈妈 然后这个我们在古文里面 我们都必须要叫爹爹母亲这些 所以小朋友你们可以学 那么你们在家里每天早上起来 你们就可以叫爹爹 我今天也会很开心 尤其是小女生讲的话 但是我们现在讲小哥话 所以那个D是字母 D是字母 然后E啊 E啊 所以是D啊 D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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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玉不错啊 好厉害 谢谢老师 然后第二个字 某青 某青 OK 你先那个某是哦 那个玉母是哦 然后那个青呢 你不要马上归比喻 你不要马上把那个NG读出来 你要把E音先念出来 某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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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OK 现在大家 呃 称呼我们的伴侣啊 都是老公老婆对不对 但是我们在古代啊 都是像公公公人嘛 这样嘛 这个爸爸妈妈也是可以学一下 对啊 我们今天就来走不一样的路线 哈哈哈 那以后在家就可以画你笑 哈哈哈 OK 呼这个是男生 就是老公称后老婆啦 呼 静 呼 静 这个 是需要这样搞音吗 对啊 因为我们我们的面白它是有韵的 噢 OK 叼叼 某青 呼 声 他这个就是很平啦 就是讲话的样子啦 那个是 嗯 对 刚才我们纠正一下 刚才小艺的那个 音也没有读出来 是 呼 呼音就一个 但是你读音的时候 你不要 音 马上就推去鼻子那边了 你要把音先读出来 音 呼 呼 呼 静 嗯 对了 音有出来了 但是那个呼哈 是第一声 呼 呼 呼 静 呼 静 嗯 对 然后以后你要你要称呼你的男朋友了 你就 像 公 我 我要学 像 公 哈哈 对对对 那么爸爸妈妈 可以 你们学会了吗 哈哈哈 小朋友 我们要记得待会儿今天只叫爸爸妈妈哦 哈哈哈 对对 要来再复习一下吗 好 我们再复习一次 那我一句 你们一句哈 好 声音的位置高一点点哈 不要放到太低哈 就在鼻子这边 鼻子上面这个位置 好 声音的位置在这边哈 猪 咋 掉 掉 鸟 沈 沸 gust 噗 煙 入 Beauty 相 光 相公 相公 好厉害 我念这个时候用假音 用假声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所以 所有的ng 都应该要延后一点 还是要看情况 其实 大致上都是在后面 所以我们其实一个字 我们有分字头 字腹和字尾 每一个字 都要平均 然后很清楚的把 这三个部位做好 然后一个字才是 自刃腔圆 好 好像现在我们讲话 就可能比较懒散一点点 没有去照顾 但是你在戏曲舞台上 你不可以这样 人家听不懂 他也是要听线 最漂亮的地方就是 听戏 他听你怎么唱 怎么归这个韵 怎么把这个韵 这个拉枪唱好 这是非常考功夫的 真的真的 因为我们平时习惯之下 可能很多字眼都会黏在一起 对 没错 好 这样我们来下一张 下一张呢 我们来唱两句 好吗 小艺 这个是我们传统的传统系 精神会 精神会里面呢 有一个相公 一个夫精 你们知道了 相公是男的 夫精是女的 然后这个黄正呢 他就跟他的夫人说话 他就叫他听他讲 然后夫人就说 那么你就讲吧 好 这样 好 接下来 下面就是金榜 化名师就是说 他得中状元了 第一名 考试考第一名 那 好像小朋友 考试考第一名 对 所以第一句是 苦精挑抱 苦精挑抱 对 没错 想公恰到 想公恰到 哎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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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句 对 那个歌词呢 是第一句 那个金榜啊 是韵白来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 他好像唱歌这样 金榜 是韵白来的 是韵白来的 哇 是韵白来的 还可以 哇 很好 但是 但是那个名字的名啊 如果你把这个名它的声调不对 如果你是唱 Kua mi a si 就是那个名在潮州话来讲 你就把它读成命了 命运的命 所以因为我们有八个声调 所以是分得非常一点点错呢 它就是另外一个意思 Kua mi a mi a si Kua mi a si 对对对 那么还是由我来展示这一句好吗 好好好 ok 我来拍音乐 哇 好喜欢 听到音乐吗 听到 刚才玩一个来 不好意思 再来 哈哈哈哈 忘记了 老师姐好笑 哈哈哈哈 吴京铁宝 向宫铁宝 铁宝 铁宝 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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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 謝謝 老師可以 下次我去 下次我去 哈哈哈哈 所以男生跟女生 女生會特別 我們需要特別高一點 對沒錯 這樣我們就必須要講到 航檔 我們才講是航檔 下一頁航檔 所以為什麼剛才你聽到我講 男生的時候 我的聲音會比較 可能是比較浑厚 浑厚 然後比較寬闊 然後女生呢 我唱女生的時候呢 我就會比較高亢圓潤一點點 這個其實呢 都是在於我們的四大航檔 OK 四大航檔 它是什麼 什麼是航檔 其實航檔呢 它是角色的分類 它的類型 每一個角色呢 它都有它自己的性格 性別 還有年齡 還有在不同的社會地位 所以這個叫航檔 航檔 航檔 所以這個四大航檔 第一航檔呢 是叫生 生 照片裡面的那個也是我 所以照片裡面那個是男生 男男生 哇 好帥老師 謝謝 所以生呢 就是男性 就好像boy這樣 所以生他也是 比較年輕的男性 所以他在生這個航檔裡面 還有細分喔 因為我們的人啊 他有不同的性格嘛 不同的年齡層嘛 所以文森呢 文森是什麼呢 文森就是好像一些小朋友啊 他比較喜歡讀書的 就叫他文森 他太巧了 對 那一些小朋友 他是比較喜歡運動型的 喜歡學武的 對 那個我們就叫武森 然後老森當然 看完老森老森 他就是有鬍鬚的 好像阿公這樣 有鬍鬚的 哦 ok 所以小朋友們 你們想要當哪一個生呢 你們可以留給你講 哈哈哈 對 所以我們接下來第二個呢 就是蛋 蛋絕 嗯 蛋絕 哦 你的小助手 蛋就是女生 嗯 蛋絕就是女生 然後女生呢 他還有分也是一樣有分的 花蛋呢 花蛋就是15到18歲 還沒有嫁的小姑娘 我們就叫花蛋 哦 然後烏山 烏山和輕衣是一樣的 這是不同的叫法 烏山的意思呢 就是那個中年的婦女已經嫁人的 嗯 老蛋呢 就是有 好像阿嬤這樣已經老了 比較頭髮比較白了 我們就叫老蛋 嗯 所以四大行蛋 老師如果他是20多歲 又還沒有嫁的 我們 20多歲有 20多歲還沒有嫁的 我們叫龜門蛋 哦 真的有哦 ok 以前啊 就是在家裡 不可以常常亂出門的 以前的女生啊 他們就在家裡 哦 所以他們就是龜門蛋 所以為什麼 要分行當呢 我們等一下才講 所以我們還有兩個行當 就是生蛋禁 生蛋醜禁 所以醜呢 醜就是我們的那個醜爵 醜爵它的特色呢 就是它是 它的人物是比較搞笑 滑稽 啊 然後也比較幽默 啊 小助手 嗯 這一個 哦 哦 所以 所以 光陶醜的意思就是 那個醜爵呢 它是三官的 好像七品芝麻官的這些 你叫貪淺 啊 然後他就穿著那個 藍色的光袍 還是紅色的光袍 嗯 然後向山醜呢 嗯 向山醜呢 就好像你看到一些 呃 花花公子 花花公子 這個就是向山醜 然後替邪醜就是 四錦小明 四錦小明 如果你要看古代的一些古裝戲啊 那些 變小二啊 那些啊 哦 那一個形象啦 哦 然後接下來就是 近 近 我們的近呢 哦 就是大花臉 啊 通常大花臉呢 通常有80%呢 都是壞人 都是壞人啊 對對對 但是也不一百八 有那個 乾淨的感覺 他是好人 啊 哈哈 對對對 所以其實也是有面額 心善的人 對不對 啊 所以文也是一樣哦 文的就是好像 啊 太師啊 在啊 在朝廷 陪伴皇上的那些 呃 陳明啊 那個文的 然後武的呢 就是善之難上 的那些壞人 然後當的大帥啊 元帥這些 我們就叫武靖 嗯 所以為什麼要分到 這些四大行當 這些行當呢 因為我們 當我們去學習的時候 我們要在這個人物 他有他自己固定的形象 固定的年齡 固定的性格 還有他的造型 我們就從這邊去學習 他各個不同的 這些事工無法 嗯 嗯 所以好像如果我們想要加入的話 我是需要學完四個行當裡面的嗎 還是我只需要專注於一個 呃 你你還 你剛剛剛剛學的時候呢 我們還沒有分行當 哦 就是 基本功 就是好像剛才的那些 比較 呃 大眾的基本功 哦 當你學了這些基本功之後呢 老師就會 呃 來分配說 哎 你的那個 你比較適合演哪一個行當 然後你再從行當裡面呢 去根據人物 和根據那個行當的性格 和他本身的那個基本功 然後我們再去學 嗯 嗯 明白明白 對 嗯 嗯 所以四大行當我們知道完了哈 所以再下一面 嗯 這樣大家應該很熟悉了 嗯 明白 熟悉了 對 然後呢 呃 當你 當我們剛才講了四公五法 這樣我們要怎麼來學四公五法呢 今天呢我們就得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較簡單的 好 第一 老師不好意思啊 打擦一下 我們有一些留言 謝謝大家的 很多人 應該是大紅人對不對 超多人一直在那邊 支持支持 支持老師 謝謝大家 然後 還有 還有人問的就是 關公事禁嗎 對 關公呢 他是誇行當 誇行當就是說 關公他是禁和老生 兩個行當的結合 哦 ok 所以他也是會有大 你看他的臉 他的那個臉譜啊 臉譜他就是畫了一張紅色的臉 他是有歸一點點是禁的這個行當 但是他本身呢 他是老生 哦 他的唱啊 哦 這些動作啊 他這些基本功啊 都是老生的這個行當 嗯 好 謝謝你回答 謝謝老師的回答 不會 還有一些comment嗎 需要我回答的嗎 啊 啊 問題的話 暫時是一個其他就是丈娘老師啊 哈哈哈哈 還好 那就是鼓勵大家小朋友們應該要更加多了解一下我們的這些傳統文化 對對對 對 非常開心 還有一個包公也是 對 沒錯 關公也是 哎 包公 包公 對 包公其實有在不同的地區它有不同的演法 好像在我們這個東南亞這一代啊 新馬太這一代呢 有很多我們這邊的風就是流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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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但是在在中國那邊呢 他們就就是用老生來唱這個包公 有的人就把它mix在一起有一點點老生一點點花臉這個就跨行檔這些 哦 因為他來到啊 他來到這個這個我們來到我們的這個每個不同的地方呢 他會隨著那個地方而去有那邊地方的色彩 對對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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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有 大家也赶快去工作 对艺术 对文化这一块可能就忽略了 所以我们应该要出多一点时间来 品尝一下这个文化的气息 来学习一下 你看我们的戏曲这个手型 我们不是就是 你啊 你做什么 这样好像不好看 也不好看 所以戏曲讲究是什么 美 怎么样 所以它是美学 戏曲它包含了很多 有我们的中国的美学 文学 舞蹈 我们的歌 还有诗词这些 所以手型呢 我们的这个第一个花旦的 我们今天来学个花旦的兰花纸 不知道小朋友们会不会觉得难呢 但是老师觉得你们有心的话 应该不会难啦 我们一起来学咯 好 好 我们第一个兰花纸是拿来吃东西的 这个我们的 OK 我们的手 OK 我要折到那个尽口 我们的手 我们的手我们继续一句话嘛 那个花旦不续口语就是 中指 拇指是朋友 所以你的中指和拇指呢 中指和拇指呢 你看就粘在一起把它转成一个圈圈 嗯哼 一个圈圈对不对 对 中指和拇指的拇指的手指头 对 转起来 然后 无名指和小指呢 也要两个圈圈 但是比较小的 不要说死了 往手背上翘哦 嗯 所以呢 他出来呢 就会这样 不要讲那个声音 哈哈哈哈 对 这样 所以拇指往上封 拇指往上封 拇指往上封 无名指和小指往手背上封 他又要圆又要往手背上封 然后中指 拇指 要是我的手指 不行 拇指啦 不然中指好硬硬 哈哈哈哈 OK 这个是花旦的 比如你想要说 诶 你看那边 你就要用这个指啦 你看那边 这样才看得到 对不对 但是这个 这个有一个要求就是 所有这个 这个拇指和无名指小指 都要翘上去 手背上面翘 你不能这样哦 你看啊 这样的话咧 就是老半 阿公阿嬷没有立了 他们的关节呢 呃 比较为 就是什么 缩起来了 所以他们会比较弯 但是我们年轻嘛 所以我们必须要 立起来 所以旁边看呢 是有空心感的 小姨 你做得怎样啦 哈哈哈哈 我的已经是卡卡了 小指小指圆起来 小指给一个小圆圈 最后的小指 但是还就会要打开哦 啥 什么 还就会要打开 好像如果我比较用力的时候 对 平时秒是要练功嘛 哈哈哈 而且你看老师 为什么我这个指头 哦 我手指有一个问题 还就是上了过后呢 这个会下回去 不需要把它扳起来 我们就要练嘛 就要按 哦 手指头 哦 看 它是翘往上翘的 这样 哇 OK 翘上去的 啊 所以你要没事就练一下 练一下 OK 这个是纸啊 然后我们的兰花掌呢 兰花掌 OK 兰花掌是我们在表演的时候呢 是很通用的 很通用的 你不需要纸东西的时候 你就要用掌 你不能这样 我唱歌就哎呀什么什么 这样就不好看了嘛 花掌的兰花掌嘛 我们就是来这个四指绷子 四指绷子 这个拇指也是 拇指也是翘起来 那个手指头 然后拇指呢 往手心按 拇指往手心按 但是拇指的拇指头呢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啊 是翘的 看到吗 这个拇指 看到 中间一点点就好啊 OK 然后 中指和拇指是朋友 对不对 所以中指呢 要少拇指一点点 哦 所以你看在侧面看呢 它好像一朵兰花 它的花瓣这样 一片一片这样 它不是这样 它这样就看不到形状了 因为花瓣讲究漂亮嘛 对不对 它的手型 你看那个图案 手型是不是很漂亮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手型 嗯 这个就好像 哎呀 我今天的头发 有没有乱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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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不好看了 哈哈 这个头发 有没有乱啊 这样 哈哈 啊 这个也是小朋友 不要啊 哈哈 不要啊 当你们第一次练的时候 你们就会 比较绷得比较死一点点 但是其实你可以放松 啊 放松 OK 然后凤头拳 这三个呢 就是很基本要用到的 拳 就是我们的拳头啦 对不对 拳头 但是这个就不好看啊 戏曲舞台呢 我们讲究就是夸张一点点 放大一点点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拳头呢 OK 你看我们这样圆的吧 我们的中指 中指 和中指这样直的 直 然后我们的食指的第二个关节呢 按在中指的上面 这样 这样哈 然后呢 一样的嘛 无名指和小指往上翘 无名指和小指往上翘 给一点点空间啊 不要做得实实的 啊 啊 啊 松一点点 哈哈 这个是我们花旦的拳 啊 好可爱 很秀气的拳哦 那个 对对对 它的这个拇指和食指头呢 就像一只凤凰的头部 所以我们叫凤头 啊 嗯 花旦它会比较多一点点造型啦 因为好看一点点 哦 老师你这样看对吗 嗯 对 不错 好看 好看 嗯 然后你学会了 你就不要用力 就用满力去撑它 就松一点点 它就会柔了 嗯 OK Next 我们教的这个小朋友呢 就是女的 然后现在学男的 啊哈 男的手什么呢 就不需要这么 男的 哦 什么 不是怎么讲呢 就不需要这么哑啦 要讲 那多细节 嗯 哦 深呢 我们讲究的就是 有力和 呃 这个 剑纸呢 是平时我们开照的时候 耶 很有力 耶 哎 拍一下 screen shot一下哈哈 哦 哦 把这个纸纸和中纸夹起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纸 哦 OK 但是纸呢 这个也是圆的哈 这边 哦 的拇指是圆的 然后一样的 十指 十指和中指的手指头 要往上封 哇 真是有一点通知 各别通知他们 老生啊 好像老生你就 你就不需要封到这样子哦 你就这样 这样弯一点 哦 他有年龄了 这是非常强的 这些细节 这样 就不需要 哦 这样 因为我们年轻力壮啊 啊 对 这个哈 容易哈 简单啦 你选择了没有啊 哈哈哈哈 来 虎掌 他不是那个老虎的虎 不是这个虎掌 他是说虎口 我们的手掌呢 这个地方呢 叫虎口 嗯 所以小生呢 一样的哈 四指封直 一样封直 手指 力度在手指头上面 往手背上翘哈 不要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啊 你看 往上封啊 往上封 然后 这个虎口 这个地方呢 如果你这样 对不对 是不是 塌下来了 就跟这个这样 L 但是我的L呢 是要立起来的 这样 立起来的 哈 这个L shape 是立起来的 这个地方呢 哦 立起来 要拉直 这个叫虎掌 虎口掌 对不对 小生啊 生 烫气的时候 这样 这比较有霸气的感觉 对对 比较有力度一点 哈 然后俊气 哈 小生讲 讲究的就是 英俊 潇洒 哈 那个 力度 然后拳呢 呀 我们的拳 刚才 呃 花旦的就比较漂亮一点点 有形啊 有那些讲究哈 然后 我们小生也是有讲究的哈 比如 这个拳 就是我们 窝拳就这样哈 但是在舞台上呢 我们不能窝死了 不能窝死了 就这样 就太死了 因为我们要夸张 给它放大一点点 所以我们必须要空心拳 哈 空心拳怎么窝呢 哈 我们的这个 你看有一个洞洞 对不对 有一个圈圈 有一个圈圈 哈 然后我们的中指 中指呢 放在呃 食指的指甲前面 然后 食指指的指甲 嗯 可以看到一个空间 嗯 这个圈 哈 所以我们握旋的时候呢 就这样握 哈 不能 不能这样哦 这样太死了 太死了 没有空间感 嗯 小朋友们 你学会了吗 耶 小朋友们 如果你们有学到的话呢 记得把那个视频拍下来 还有拍照给我们看哦 谢谢老师 老师今天呢 你教了我们一些戏曲 草曲的历史啊 由来啊 还有等等 那加上呢 这个你也教了我们手词 对不对 那我知道老师 其实你还有 其实真的呢 我们当然有非常的多需要 嗯 学习 包括了 还有我们走不路 对不对 步伐 还有 证断等等 对 但是由于一段时间游戏啊 老师不能够一一为我们 慢慢每个都解释 那但是呢 刚才的这个 但单只是蛋跟胸的手型呢 我姐姐已经学到好多了 谢谢老师的教导 很客气 那 如果你们有兴趣 我也希望说 嗯 可以多多关注草义馆 对对对对 你们可以多多关注草义馆 而且啊 如果你们有机会去到槟城 或者你们是在槟城的话呢 你们也可以去到老师的 馆子那里去参观 姐姐曾经有去过一次 还可以穿上你们的戏服 我觉得这个体验真的是很不错 嗯 如果你想要 好像你看到一些 Totalk场的人物啊 那些花蛋啊 都打扮得漂亮亮的啊 诶 有很多人就说 哎 从小就看起来那些 花蛋好漂亮哦 想要做那些造型啊 拍照流年啊 我们都有的 哦 哦 好好哦 所以呢 小朋友们还有爸爸妈妈们呢 你们在家里要先练好你们的一些手型 去到那拍照呢 才会更像一点 ok ok 老师先来把一个post 给大家来copy一下 哈哈哈 好那我们现在呢 嗯 再次非常感谢老师和我们的分享 然后呢 也很很谢谢所有在这里呢 观看的人 谢谢你们 其实他们对于 嗯 这个传统文化的传承哦 真的非常日中 那我们也希望可以传给更多更多的大小朋友们 那也希望可以 哎 老师可以有更多的 嗯 学生 然后我们的那个 了解更多关于潮义馆的一些详情的话呢 你们随时可以来询问我们 或者你们可以去关注潮义馆哦 拜拜 感谢老师 不用客气 不用客气 谢谢 谢谢你哦 拜拜 谢谢